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公关中们观看 电影的类型和质量也多种多样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综艺都是要经过审查的 有这样一部国产片 就曾经审了三年 经过了11次商改才得以上映 这部电影是导演陆学长的处女作 讲述了一位音乐青年的成长经历 这部电影似乎一直命运坎坷 不仅审查历史比较久 戏外的演员和导演也经历一系列苦难 出演女主角的朱洁曾经和徐帆江山市同学 这也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在片中他饰演一位吸毒女 戏外大概是出于好奇也沾染了毒品 后来还没等到电影上映 就在大街上暴毙身亡 男主角朱红帽系列戏外都是吉他手 在戏外他是郑军的吉他手 也是吉首歌的编剧 在拍摄完这部影片之后 2008年朱红帽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 导演陆学长还曾经为朱红帽发过一则寻人启事 导演陆学长的妻子 事后来在甄嬛转 忠实演丽贫娘娘的李嘉玄 2014年陆学长在好友王小帅的车上 因为心脏病发促感离世 李嘉玄一时难以接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